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敏 据本台最新消息 12月2号和3号又有两名藏人自焚 青海斑马县一名叫洛桑格敦的20多岁的喇嘛 12月3号自焚身亡 12月2号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17岁的松敦家自焚后 被军警送医目前生死不明 英国《泰晤士报》3号刊登文章称 中国负责调查前中共高官薄熙来的人员 正在调查薄熙来是否曾利用澳门赌场非法洗钱 据悉中国调查人员已经在澳门秘密询问了 涉嫌洗钱活动的6个人 此举被认为是中共在为明年3月 审判薄熙来收集证据 北京网友翟小斌11月5号 在社交网站推特上 以网名星河舰队发布关于18大的笑话 而被以涉嫌散布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拘留 为了声援翟小斌 包括维权人士胡佳在内的10多名网友 2号前往北京密云看守所 试图看望翟小斌 但遭警方制止 警方在看守所前200米外拉起蓝色警戒线 防止网友靠近 11月23号 黑龙江双城市电视台前女主播王德春 微博实名聚报 称自己在该市人大代表孙德江胁迫下 长期与其保持不正当关系 12月3号 黑龙江省双城市市委宣传部 公布对孙德江的处理意见 称调查发现孙德江有违纪问题 免去其双城市 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职务 和双城市工业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贺南德兹表示 停止在中国大陆护照上盖章 这个新规定3号生效 以抗议中国大陆新版护照纳入南海地图 广东汕头连堂村村民因当局一再实言 拒不公布村民失地调查的结果 而将请愿抗议再次升级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乔龙的采访报道 连堂村上万村民上周三抗议之后 当局曾再次承诺最快周五公布失地调查结果 但仍然失言 本周一村民再也按捺不住怒火 到汕头市委请愿 村民林先生当天在现场告诉本台 村民的情绪很激动 上万村民早上五六点就出门 一路拉起上有万人签名的横幅 以及写有还我耕地还我民权的白色布条 前往市委就在下午两点 仍有村民在现场下跪 他说 由于汕头市区出现罕见的游行队伍 市内的公交车已停止前往连堂村 而在206国道西港一带 也有众多村民聚集 另一位林先生说 山头大学这里面有几个学生记者 他们拍照 我们是用我们村民的这个车 然后连我们村里的一个备份最大的房子 坐在车里面 在206国道西港桥的地方 前面是一辆警车在鼓住 然后后面用了两辆私家车 黑市会信车的人去拦路 把这个小面包车夹住强行 要把这些人拿下来 在这个206国道 有近千人图一堵在那边 都没敢去研究 连堂村近年被村民揭发 村官私卖土地 涉及至少数万亩耕地 林地及海面 最近一次被征的2000多亩山地 已交给企业做商业用途 而当局上周六公布的卖地款 不但不知去向 反而告诉村民 负债1000多万元 引发群众示威抗议 由台湾本土人士在美国组成的 游说团体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成立即将建满30周年 在美国的台湾人将发起 连串庆祝活动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同 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成立于1982年2月 台湾团结联盟立法委员许忠信 周一上午在立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 他说 自己将应邀前往美国 参加8日举办的30周年庆祝活动 并且在北加州的台湾人协会 发表演说 演说内容关于台湾迈向正常国家 所面临的困境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创会会长 现任立法委员蔡同荣 在记者会上介绍 30年来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已经成为华府最著名的游说团体之一 当年包括肯尼迪 佩尔 索拉兹等 都是大力支持台湾民主化的一员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陈唐山 是第二代会长 他在发布会上表示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成立30年来 国际情势不断改变 特别是当前的活动重点 已经从争取台湾岛内的民主 自由和人权 转为守护主权 对于台湾走进国际 陈唐山期许 我们要进入联合国 这样一个案子 话旁那边的这一些参与的人 他们会去游说美国政府 请他们来支持我们 比如说我们要进入这个WA街 我们要进入这个以前 很多这个国际词词我们不能进去 但是都经过WA发来影响美国人 美国政府来帮我们的忙 这一点是WA发又在努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感谢您收看 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网站 我是张敏再会 谢谢大家